有关网传凤林一路交通事故 经查本分局未接获相关报案 经检视影像内容 该货车起始前应显示方向灯 注意前后左右有无障碍或车辆行人 并应让行进中之车辆或行人优先通行 起始前不让行进中之车辆行人优先通行 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 第一项第十款处新台币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罚还 林园分局提醒用路人 应遵守交通规则以维护交通安全